好 说到远规台风的影响 其实花莲县之前这几天一直不断的在下大雨 一直到现在其实雨都还没有停 多处路面积水甚至还出现了土石流 刚刚已经说到了全线是停班停客 那么其实在玉里镇这个地方 如同您画面上看到的 其实这边都已经整个土石灌进民宅里头 还有不少警销人员就怕出意外 到现场去协助当中的居民撤离 汤渡大雨不断冲刷下来 大量黄泥水涌入道路 玉里镇一户民宅家门口瞬间变成一条黄河 即使原规台风已经远离 但外围环流夹带风沸雨水 让花莲大雨不断 撑着雨伞穿上救生衣 警销人员赶紧到场协助七位居民撤离 其中一位老太太行动不便 还得有警销人员背着她离开 大雨让风光明媚的光复堂场 也变了样 于是水量几乎快要买了出来 就连一旁的光复溪水也跟着暴涨 政府除了陆续宣布 万荣乡在内的七个乡镇 及光复乡复原国中 新城乡秀林国中停班停客 中午更扩大到全线停班停客 希望民众别再冒着滂沱大雨出门 避免意外再发生 华尔新闻张俊告诉张俊慧 华丁报导